今天金融市政府产生发言处与警察局人员才到安乐市场宣导全程戴口罩 没想到真的有确诊者到过这里 金融市长宣布根据案4090疫调足迹 安乐市场从5月25号修饰到6月3号 那他是在5月9号、5月10号以及5月16号、5月17号 他是非常固定而且密集的在安乐市场来做采买跟消费 那此外他还有很多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足迹 目前正在进行疫调当中 不过因为他密集的在安乐市场来进行采买跟出现 所以我也在这边宣布安乐市场从明天起 停业到6月3号为止 对于有确诊者到过这里 安乐市场摊商也觉得无奈 我人没在买你就没在买了 你就没在买了 对啊 没在买了 对啊 所以没在买了 就没在买了 就没在买了 另外金融市长宣布也宣布其他新增确诊者 其中案3835是校室路一家小吃店员工 还有案4369则是两个月大的婴儿 另外案3688基隆KTP唱歌确诊者 则又传染给三个人 3835的这个个案 他大概是40多岁 那是小姑娘小吃店的工作人员 那这个个案比较麻烦一点 是因为这个场所出入的人非常的多 那而且有点像万华的这个群区案件一样 那工作人员会在临近的小吃店做移动 所以我们非常担心这个个案 目前也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个疫调 跟匡列当中案4369 这个是成功市场案3519的家人 那这个案子很特别是 这个个案他只有两个月大 那他没有症状 不过我们为求谨慎 那已经安排陆院来做收治 由于包括成功市场与果菜市场两地确诊者摊商 及这一家小吃店员工的感染源都不明朗 李游厂表示 金融市防疫应变会议已经成立专案 针对这三案扩大匡列及快筛对象 其中成功市场所有摊商都要进行快筛 避免有疏漏情况发生 第一个就是成功市场的专案 我们会针对这个摊位周边 密切的这些场所的区域 以及密切的社会关系来进行第一圈的匡列 第二呢 我们会针对所有的成功市场的摊商 来进行快筛的一个检测 那第三 我们也会透过科技的一个工具 来希望匡列在这一段时间呢 曾经到过成功市场有可能有密切接触的这些对象 那第二个 我们针对果菜市场 那因为这一个虽然是一对夫妻 不过目前是还没有清楚的一个感染源 所以我们也会针对果菜市场的一个摊商 进行核心区以及这个比较外围区分阶层的这种匡列 那第三个就是刚刚在讲最担心的 现在新的这个案子 在小姑娘小吃店工作的这个案例 那因为它的感染源也是不明 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个案的部分 至于金融市是否比照双北要求全市餐厅饮食店只能外带 牛昌回应表示 金融市餐饮店内用都要求采最高标准 要不要规定一律外带 疫情指挥中心正在研议 全国将采统一标准施行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